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 强硬的执政态度及政策履造议论 近来更传出纽约市前市长彭博 因为对川普总统的共和党失望 将捐款8000万美元给民主党 希望他们夺回联邦众议院掌控权 在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共和党失望之下 前纽约市长彭博20日表示 他将捐给民主党8000万美元 希望他们能赢回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 有分析家预测 民主党很可能在11月的期中选举 重新赢得众议院掌控权 但前提是需要新增24个席位 观察总统与国会议员选举的 库克政治报告指出 共和党最近声势回涨 保住众院多数的整体机会大增 现年76岁的彭博 曾于2001年至2013年间担任纽约市长 和川普一样是商人出身 拥有一万身价 他创立了以金融闻名的彭博新闻公司 彭博在自家新闻社表示 国会的共和党人有近两年的时间 证明他们可以负责任的治理 但他们并没有做到 近来政治立场逐渐倾向中间偏左的彭博 呼吁环境保护和枪支管控 他指责 国会基本上不再是个平等的政府分支 没能符合宪法要求以及大众的期望监督法律 他还说太多人就是完全不负责任 因此两党都支持过的彭博表示 这次他将支持民主党赢回众议院的掌控权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